今天我們跟大家分享一堂課 就是有病自己自 你們在座的各位 自己認為自己沒有病就舉個手 都笑了 沒有一隻手起來 你們自己有病 你們看過醫生的 我是說經常靜看醫生的 不是說自己搞病了 被醫生弄到醫院去 不是說行的 經常看醫生的舉個手 主動的 主動的 你們是被逼的還是自己主動去找 主動的舉個手 被逼的說不行了 我疼的受不了了 然後才去找 主動的很少也有 這是一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大家知道自己都有病 但是就是不看醫生 什麼原因呢 這個是跟我們的文化確實有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人呢 把什麼是最重要的都丟失了 一直以來把這些最重要的當成不重要的 不重要的當成最重要的 什麼原因呢 我們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錢啊 就是錢啊 房啊 車啊 名啊 利啊 別人說我好話沒有啊 所以我們都是關心這些 但是實際當我們年老呢 身體不行的時候 你有再多的錢你不能享受 但是我們年老的時候 你有再多的錢 你想把它換成健康 最後也不行 所以大家呢 就是我們中國有句話 叫本末道詞啊 就是你人生有一個本的東西跟末的東西 但是你是把它什麼 道詞吧 就是該重視的你們也重視 不該重視的 你反倒去追 實際上 你們 每個人都是最值錢的 不要再去想錢 你如果是實在是 真的想錢 你就去賣之甚 你再不行就捐捐葉乾 你會換來很多的錢 實在不行就把你的命賣了 你們多少錢肯賣命的 不是賣命打工啊 是真的把腦袋割給人家 換成錢 就是給你十億二十億 省著幾百億 你都不肯去換的東西 所以說我們自己有最貴的 這個貴的就是我們的命 如果我們的病沒有了 你什麼都沒有了 如果我們的命生病了 然後什麼都是沒有意義的 你們想想是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 那麼大家都有病 都承認自己有病 但是你沒有沒有主動的去尋找 解決這些病的問題 換句話說 你們都在蓋一件什麼樣的啥事情啊 什麼樣的啥事情 在養病啊 把這個病養大啊 你們發現了沒有 所以每個人都知道自己不健康 我所說的健康 當然還在高於你們的理解的層面上 你們現在認為的不健康只是肉體的不健康啊 實際上人的不健康 待會兒你們看 什麼樣才是不健康的人 所以是很可怕的 那麼我們不健康 你不積極的去對治 然後就在養病 讓那個病慢慢的長大 然後慢慢的油清變重 最後變成什麼 變成大包給醫院去拆卸 對吧 到晚年現在很少有人不動手術的 都去醫院進行拆卸 重新組裝 就跟汽車一樣 這個要臨爆費之前去搭修廠 把他拆了 什麼都要換一換的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活著的時候 你們現在還沒有被搭些八塊 去重新組合的時候 你們沒有什麼 service 就是保養 保養 所以這個病呢 沒有一個人不可能得病的 因為我們生活在這個地球上 你自己再怎麼保養 外在的環境還有可能讓你生病 但是病起來以後怎麼辦 就是要讓他立馬轉化成沒有病 所以這是一個真跟邪的鬥爭 所以你的病一起來以後 馬上自己知道自己病了 然後趕緊調字 這個時候是什麼 小病 小病的話 你一條字怎麼樣 變成沒有病了 就是這樣 所以我知道有病 腿疼啊 腰疼啊 經常神經 頭疼啊 經常失眠啊 那麼這些都無所謂了 還可以忍 尤其我們新加坡的忍工最好 我最近吃了幾例病人 就是他們特別能忍 大概忍了四十年 終於癱在床上 四十年前他就開始發現自己的腿不太對 然後腦袋偏頭疼 老是偏頭疼 他也不去看醫生 實在感冒了 發燒了 吃個斑蛋布 然後什麼也不去搞 然後終於癱在床上 癱在床上 年紀也不大 有的才六十來歲啊 那麼我們現在人壽命長啊 以前是人生七十古來西啊 你六十來歲你躺在床上了 對你剩下的二十年來講 可能快樂就很少 痛苦在等著你啊 不但你痛苦 家人也跟著受累啊 所以說我們自己要有智慧 佛門說 界定會學 你一定要變成那個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是什麼 趕緊有病自己醫